这是一条人文与美景兼备的南北大通道 它串联了太行古道、秦陵古道、蜀道与茶马古道 连接了华北平原与云贵高原 这便是京昆高速 途经十余座城市全程2800余公里 纵幻北京、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 跨越燕照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巴蜀文化与滇潜文化 穿越海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四大水溪 途经燕山山地、太行山区、秦八山地、四川盆地横断山区 南北跨越将近15个纬度 自然景观极其丰富 除了交通作用 它绝对算得上一条风景伊尼的景观大道 现在我们开始沿着京昆高速出发 开启一场跨越南北的神奇之旅 它的起点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六环 从这里出发 我们沿着太行山的山脚一路向南前行 首先我们会途经周口殿 你一定在课本上看过山顶洞人 而山顶洞人遗址便位于北京市周口殿境内 山顶洞人是我博发现已知的 旧十七时期最聪明的原始人类 而他们的平均年龄却只有十四周岁 离开周口殿 我们继续前行会途经巨马河 在这里向西不远的地方便是石渡 北方唯一一处大型卡斯特熔岩地貌 在这里你也可以欣赏到太行山区的雄伟深姿 我们继续前行 将会途经溢水河畔的燕夏都 风潇潇溪溢溢溢水溢 壮世一去西不复还 荆轲便从这里离开 来到溢水河畔与高近离碑戈 此秦的典故也被千古流传 往前继续行进 我们会途经宝定市 荆棺高速将沿着宝定市的满城县 继续向南延伸 而在这座县城也出土了一件 举世震惊的宝物 它便是满城汉墓中出土的金吕玉衣 金吕玉衣是汉代 规格制度最高的丧葬炼衣 当你近距离观察的时候 才能体会到古人手工艺的巧夺天工 我们沿着高速继续行进 在广袤无垠的华北平原之上 一路凉天卧野相伴 我们将抵达下一站 河北省贵石家庄 它也被人戏称为国际庄 在太行山中藏着八条古道 其中一条叫做井行 石家庄便位于井行的出口区域 接下来高速公路也将调转方向向西前行 沿着井行古道进入太行山区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便是太行山的典型地貌 罗漏在外垂直且陡峭的山体 被称之为张诗岩地貌 我们继续前行进入太行山腹地 也离开河北省进入山西境内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淤县 在这里有一座藏山 你可能看过电影《赵氏孤儿》 而该故事便发生于此 晋国大夫赵硕 将一副孤儿托付给门客长英 在此山中藏匿15年 便有了赵氏孤儿的典故 离开藏山 我们继续前行 来到奔河之盼 表地是山西省会太原 太原有两千多年的建成史 被称为龙城 此刻我们已经由海河流域 进入了黄河流域 也由太行山区进入了焚河谷地 离开太原往前步远的地方 便是晋祠 它是三晋大地文化浓缩的载体 从西周至此 几千年以来的三晋艺术风采 在这里体现了淋漓尽致 我们沿着焚河谷继续前行 我们将逐渐聆听到 历史上晋商的脚步 大多数朋友对于晋商的了解 来源于电视剧 乔家大院 王家大院等等 一众历史上知名的晋商 都生活在焚河谷地之中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山西齐县的乔家大院 很好地展现了明清时期的建筑特色 与当时晋商丰厚的财力 离开乔家大院 我们继续向南前行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平遥古城 它是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 时间于周朝 距今已经有2700余年的历史 人文历史相当丰厚 建筑保存相当完整 离开平遥古城 我们继续前行 左侧一列绵延的山体 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绵山 相传这里为清明节的发源地 在这里曾有一位忠臣 晋国贵族借此推 在晋文公危难之时 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 给晋文公食用 我们沿着山脚继续前行 左侧延绵的山体 其实是位于太行山主山祭 与吕梁山之间的霍山 也称太阅山 也分割了太原盆地与林芬盆地 我们继续前行 来到林芬盆地北侧的洪洞县 在500年前很多人的先祖 便在洪洞县大怀树下 归立告别 至今我们还会说 500年前是一家 从这里走出的移民 足迹遍布河南山东 河北省等18个省份 500多个县市 现如今这里更是成为了 寻根问左的圣地 我们继续行进 来到焚合之盼的林芬 它被称为中华瑶都 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汉朝大将 为清获去病的孤里 也是全国三大 优质焦美产地之一 离开林芬 我们继续前行 现在我们来到河东地区 也就是古人所指的 黄河以东区域 接下来黄河变出现在 我们的眼前 在黄河的这一侧 是山西河津 而在另一侧是陕西省 一侧是河东 一侧是关中平原 黄河上的龙门 便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黄土高原上的山体 在这里戛然而止 黄河在黄土高原上 行进了600余公里 在这里冲破了山体 流入平原 而这个缺口就是龙门 黎玉岳龙门的典故 便发生在这里 离开龙门 我们来到河的另一侧 进入关中平原 也被称为三秦大地 也是周秦汉唐的诞生之地 沿着广袤的关中平原 继续前行 我们将途经岩梁 这里是秦朝第三个 国都岳阳城所在地 也是重要的航空基地 许多国之重器在这里诞生 感兴趣的朋友可自行搜索 离开岩梁 我们向南前行 此刻黄河最大之流 渭河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他也是关中平原的母亲河 虽然不及南方河流的 汹涌澎湃 但他在三秦大地上 默默流淌了几千年 孕育出一众强盛的文明 接下来我们将抵达 渭河南岸的西安古城 它被以秦陵脚灯渭水 城外八水环绕 中国四大古都之一 黎州 霸秦 强汉 盛唐 在这里上演了千年辉煌的历史 离开西安 我们将沿着白鹿园 继续前行 你可能在作家 陈忠实的小说中听说过他的名字 在白鹿园上保存着地道的 关中人文风俗 我们继续向南前行 秦岭高大的山体 也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接下来我们将穿越中华龙脊秦岭 曾经它是组合三秦与八属的天茜 如今天茜便通途 我们将沿着秦岭脚下的隧道 翻越如饰品所是绵延的山体 沿着高速我们继续前行 我们将来到秦岭的南侧 也离开了北方 来到了地理意义上的南方 高速公路在山谷之间游异 每一寸公路的修建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离开秦岭山区 我们来到了汉水谷地 这里是两汉三国文化的汉中 它坐落于长江最长之流汉江之滨 汉高祖刘邦在这里称望 卓葛亮在这里安营扎寨六出齐山 离开汉中 我们继续向南前行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大巴山区 在大巴山的北侧为汉水谷地 而在西南侧便是天府之国四川盆地 它与秦岭一道削弱了来自北方的冷空气 才造就了四川盆地温暖湿润的气候 虽然名气不及秦岭响亮 山体也是一场高大雄伟 李白诗中所提到的蜀道 便位于大巴山之中 我们现在所看到复原的古栈道 悬化在嘉陵江畔的峭壁之上 这种修建的工程量 在古时可谓是难于登天 我们沿着嘉陵江继续南下 离开陕西进入四川省的广源市 这里是陕西四川甘肃交汇之处 长江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嘉陵江穿城而过 自古以来这里便是水路要道 我们沿着河谷继续前行 将要来到古树道的重要爱口 它便是大名鼎鼎的剑门关 我们将地图拉近了来看 两侧山峰相对峙 形成一个夹角 将缺口牢牢地锁定在剑门关的位置 李白的树道南中曾写道 剑阁争荣而摧尾 一幅当弯万夫莫开 它是北方进入四川盆地的生命咽喉 有了剑门关的存在 才有了四川盆地的安宁 所以它的历史地位相当重要 离开剑门关 我们沿着山谷继续前行 在不远的前方 我们将进入四川盆地 首先我们就要来到的是绵阳 它是我国唯一的一座科技城 也被誉为西部硅谷 它与我们刚所提到的岩梁一样 在这里也产生了许多国之重气 并且山水交织 除了科技实力极强 自然风光也相当宜人 我们继续前行来到德阳市 它位于四川盆地之中 成都平原的东北侧 从这里开始 我们才进入四川省 唯一属于平原的地区 在地图上来看 很多人会误以为四川盆地都是平原 其实只有一小部分属于平原 现在我们所看的是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 鸭子河畔的三星堆遗址 它是古属文明的重要见证 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 扑朔迷离的遗团 过了三星堆不远的地方 便是四川省会成都市 在众多人心中 它是中国最休闲的城市 尝不尽的美味 以及宜人的气候 总能使得游客流连忘返 离开成都 我们继续前行 也将走出成都平原 来到四川盆地的边缘 来到清一江畔的雅安市 这里是进入云南 以及西藏的门户 是青藏高原 云贵高原 与四川盆地的交汇过渡地带 从这里向西进入青藏高原 向南进入云贵高原 而从雅安到下一站 西昌之间的高速 便是京昆高速的亚西段 它已修建难度极大 道路十分险峻而著名 全程300余公里 我们将从四川盆地直插横断山区腹地 接下来我们继续前行 在离开雅安不远的地方 你可以遥望公路左手边的瓦屋山 可以清晰地看到 山顶如桌面一般平整 整成这种巧妙的地质构造 让它成为亚洲第一大平顶桌山 我们沿着山市继续前行 从这里开始 公路将跨越12条地震断裂带 以及众多河流 登上云贵高原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粒子平 在这里可能是亚西高速最凶险的一段 你可能会经过人生第一座高速双螺旋形隧道 因为海拔高叉极大 公路几乎在原地盘旋 穿梭在山体之中 来克服极大的海拔高叉 而公路两侧 便是连连的横断山脉 小巷领大巷领 在这里高速入云 修建难度可见一斑 我们继续前行 便进入了云贵高原 这里是位于四川省南部的西昌市 梁山一桌自治州的首府 也是著名的航天城 四川省为数不多的湖滨城市 在其身后便是美丽的穷海 它是四川省第二大淡水湖 形成于距今大约180万年前 这里碧波荡漾 环境相当优美 可能与你想象中的梁山洲有所不同 在穷海的背后是罗基山 在这里藏着一处 相当震撼的温泉瀑布 它被称作99里 被公认为世界最大的温泉瀑布 您现在所看到的景观 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离开罗基山 我们沿着高速积去前行 将要抵达四川最南部的城市 潘之花 长江上游的金沙江 与其支流雅鲁江 在这里交汇 这里峡谷纵横 在远古时期地质活动频繁 也被称之为潘之花大猎谷 正因如此 在这里汇集了大江大河 它也因繁泰资源极其丰富 被人誉为高原钢城 离开潘之花 我们继续前行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云南省 也逐渐走进云贵高原腹地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 袁某人遗址 因为他的发现 将往国人类活动的历史 向前推进了近一百万年 离开袁某县 我们继续前行 在不远的前方 便来到位于 滇池坝子的昆明市 在云南有许多 如图所示的小盆地 在当地被称为坝子 而昆明位于滇池之盼 所以这里被称为滇池坝子 春城昆明位于滇池之盼 在昆明大棺楼上的对联 十分细致地特化了滇池的美景 五百里天池奔来掩底 披荆岸则洗茫茫 空阔无边 在抵达终点后 我们扭头回望 来时的道路 完美地诠释了 关山越岭 从燕山之盼 经华北平原 穿越太行山区 途经坟河谷地中的 太原盆地 临风盆地 跨越黄河 来到了关中平原 继而翻越茫茫秦岭 微微大巴山区 来到了四川盆地 沿着盆地向南前行 纵贯横断山区 来到云贵高原 滇池之盼的昏明 证明国家的强盛 我们才有如此天欠通途 在这里向伟大的 驻录者致敬